忘记什么了 上完厕所要注意 因为喝了太多水 还没到下课时间 帅帅饼就想上厕所了 可是他不好意思跟老师说 只好一直在座位上 左扭扭右扭扭 叮铃铃 下课铃响了 帅帅饼快要憋不住了 起身就往厕所里冲 可是每个厕所里都已经有人了 糟糕 要是在学校尿裤子了 说出去多丢人啊 帅帅饼急坏了 夹紧膝盖扭去 过了一会儿 终于有人出来了 帅帅饼迅速地冲了进去 上完厕所后 帅帅饼穿好裤子 想到下一节是体育课 他兴奋地转身 就冲出了厕所 可是他好像忘记冲厕所了 拉钩小约定 对于上厕所这件小事情 我们也有必须要遵守的约定 第一 上完厕所后 一定要记得及时把厕所冲干净 第二 不可以在厕所里玩水 这样会弄湿地板 湿湿的地板 很容易让人滑倒 第三 上完厕所 一定要记得洗手 用水把手上的细菌冲跑 忘记什么了 上完厕所要注意 因为喝了太多水 还没到下课时间 帅帅饼就想上厕所了 可是 他不好意思跟老师说 只好一直在座位上 左扭扭右扭扭 叮铃铃 下课铃响了 帅帅饼快要憋不住了 起身就往厕所里冲 可是每个厕所里都已经有人了 糟糕 要是在学校尿裤子了 说出去多丢人啊 帅帅饼急坏了 夹紧膝盖扭去 过了一会儿 终于有人出来了 帅帅饼迅速地冲了进去 上完厕所后 帅帅饼穿好裤子 想到下一节是体育课 他兴奋地转身 就冲出了厕所 可是他好像忘记冲厕所了 拉钩小约定 对于上厕所这件小事情 我们也有必须要遵守的约定 第一 上完厕所后 一定要记得及时把厕所冲干净 第二 不可以在厕所里玩水 这样会弄湿地板 湿湿的地板 很容易让人滑倒 第三 上完厕所 一定要记得洗手 用水把手上的细菌冲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灰